Hi everyone,我是Kenniky 欢迎收听尬聊音乐 今天是一个特别企划 我朋友最近被Blackpink烧到疯掉 然后他就请我做一集来介绍他们 我就说好,但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因为我自己是不怎么听Kpop的人 那结果呢,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满脑子都是 Blackpink in your area 超级洗脑的 我觉得啊,我自己有点被他们全粉了 结果直接被Blink了,有没有 那没错,这一次要介绍的呢 就是红片全世界的Blackpink 会说是特别气化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个频道啊,主要是要介绍华语歌曲 但我觉得好险我的频道名称 取得非常的把啦 就是放宽一百倍来说 只要跟音乐有关的我都可以介绍好不好 那我自己在听完他们的歌曲之后呢 也看了一些专访 他们能这么红喔,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就决定可以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个席卷全球的韩国女子团体 Blackpink 那Blackpink呢,从2016年出道 团员总共有四位 分别是Jisoo, Jenny, Rose,还有Lisa 是YG娱乐呢,从2009年的2NE1 时隔七年再次打造推出的女子团体 然后在2016年的8月8号 以单曲专辑Square One 两首主打歌曲呢,分别是Whistle还有Bumbaya正式出道 我大概说一下他们刚出道就创下哪些记录好了 两首歌曲呢,在Whistle的部分 连续16天占据了八大数位网站音源排行榜的冠军 并且在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综合榜单 加翁排行榜8月份的数位单曲 数位下载、流媒体、移动通信等项目当中 都获得周榜与乐榜的第一名 那Bumbaya呢,则走出了国际的市场 在韩国所有团体当中 花最少时间就登顶美国iTunes排行榜 以及告示排行榜 那YouTube上的MV部分呢 在韩国歌手当中也是截至目前为止 仍然保持最快破译的出道单曲 以及浏览数最多的出道单曲 超可怕的,一出道 就被称为怪物行人的Blackpink 完全超乎想象的席卷了全世界 我相信在2016年的8月份 有被他们烧到的歌迷朋友们 那段时间脑中一定都是什么 巴达巴达巴达 还有 蹦蹦蹦蹦巴达 洗脑都不行 我觉得这个团体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 他们非常的具有国际象 因为四位团员啊 并非都是韩国籍哦 身为Mone 也就是团体中年纪最小的Lisa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泰国人 Lisa从小就表现出对表演的天赋 学龄前呢 很常在她矮的乐团中 将麦克风架降到自己的高度 又唱又跳 那妈妈发现她 哇,她很喜欢表演耶 于是就在幼稚园的时候呢 送Lisa去舞蹈班学习 没想到就学出了乐趣 开始参加大大小小的舞蹈比赛 甚至呢 在长大后参加舞团成为舞者 那一直到了2010年 YG娱乐前往泰国举办征选 当时只有14岁的Lisa 决定给自己一次机会试试看 没想到 就成为4000多位参赛者中的唯一入选者 而Lisa在练习生时期的训练呢 长达5年 是YG娱乐成立以来第一位非韩国人的练习生 当时完全不会韩文的她 可想了之后她花了多大的力气 去适应这个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语言 一路过关斩将啊 现在才闯出道这样子 我就不得不被配 哎呦 我觉得不得不佩服她的毅力啦 就是小小年纪 离乡背景这样子真的很厉害 那在Lisa呢 在团体中担任主要的舞蹈 还有饶舌的担当 再来是年纪值比Lisa大 一个多月的Rose Rose或是这个发音呢 主要是因为她的本名叫做Rosen Park 那Rose大家也很常叫她Rose 那Rose呢是一位韩裔的纽西兰人 其实她是纽韩双级啊 就是她是韩国籍也是纽西兰籍这样子 她出生于纽西兰 但是在八岁的时候呢 移民至澳洲的墨尔本成长 那从小就很爱唱歌的Rose 在她15岁的时候 听从她爸爸的建议 前往雪梨参加YG娱乐 与澳洲举办的征选 那从700多名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该征选唯一一位入选的人 就Rose调侃自己 当初会被她爸爸叫去参加征选 可能只是因为爸爸受不了 每天晚上要听Rose在钢琴前面 疯狂的高歌到晚上12点 就是爸爸可能只是想说 你要唱你就去其他地方好好唱吧 甚至在长大后还要跟Rose说 以前你在楼上唱歌唱整晚的 我们真的很难睡觉 不难看出Rose从小对音乐 还有表演的热爱 也因为这样呢 她从很小就参加了教会的唱诗班 我觉得Rose爸爸根本就是心叹 对不对 她可能也只是看到自己女儿 哇好像很有潜力哦 就是调感她一下 你太吵了太吵了 赶快去唱歌这样子 趁年轻就让她去试试看 也没有关系的感觉 结果没想到误打误撞 成为超级星吧 那接着是同样在团内担任饶舌担当的Jenny 初期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被误认为是在荷兰出生的 但是她是在韩国出生长大的韩国人 只是在14的时候呢 跟妈妈去澳洲还有纽西兰旅游 途中觉得纽西兰的环境非常的好 他们很喜欢 就开始她一个人在纽西兰留学5年的生活 那5年过后呢 原本她打算要直接去美国继续留学读书了 但是因为她不想要在一个人在外面生活 最后呢决定回到韩国 那我觉得有时候缘分就是这样子 就当时她也不知道她哪来的想法 她就觉得她很想要成为歌手 结果呢YG娱乐刚好在举办征选 她就去参加了 没想到就成功入省了 那Jenny的练习生涯呢 是四位成员当中最久的 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知道的话 也帮我确认一下 因为我看纪录片呢 它是写六年 但是网路上 网路上 网路上的资料呢 是写七年 但不管是六年还是七年啦 都是四个人当中培训最久的成员 但也是出道后 第一位出自己单曲的成员 这个我们后面再聊好了 后面我们会详细的 就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最后一位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 四位团圆中最漂亮的 我觉得最有气质的 这样讲感觉超痴涵的 但我真的觉得 GISO呢 真的是 冰山美人 真的美 GISO呢 身为团圆中年纪最大的一位 目前也不过就27岁而已 那在2011年的时候呢 当时年仅16岁的GISO 在YG娱乐的年末选拔中被向中 随后呢 开始了练习生的生活 那相较于其他三位团圆 GISO在出道前 就已经被安排活跃于 像是音乐录影带啊 电视剧啊 甚至是广告的领域当中 焦距代表性的作品呢 是与李敏昊 一起代言了休闲包的品牌 随后还参演了电视剧的客串 那有一个还蛮可爱的消息是说啦 是说 今天怎么了 有一个蛮可爱的消息是说 GISO在YG当练习生的时期 有一次去看了YG家的演唱会 那因为呢 他的外形 在这个茫茫人海中 实在是太过出色了 竟然在当天 被另一家娱乐公司 也是SM娱乐公司的星探发现 甚至呢 他还递出邀请函 希望他来参加SM娱乐的练习生争选 那想当然啊 就被GISO给拒绝了啊 因为他当时是YG娱乐的练习生 我觉得啊 果然人美到哪里都是机会 那因为年纪比其他团员还要再大一点点的关系 虽然在家中排行老妖的GISO呢 在Blackpink当中却是个很会照顾团员的姐姐哦 那四位团员的出道前经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来说说 Blackpink席卷全球的一切开端 要从2011年YG娱乐宣布即将推出第二组女子团体说起 当时他们宣布之后啊 其实过了一年 也就是在2012年的5月 他们才开始曝光了一些练习生的资讯啊 影片 那四位团员呢 首先被曝光的是Lisa 公司呢 在YouTube公布了一支不知道是谁 在跳舞练习时的影片 并把标题设定为 Who's that girl 那女孩是谁 但消息从此也就账美了 没错就账美了 那到了同年的8月份 第二位团员Jenny的练习影片被官方公布了 但与Lisa不同的是 官方这一次呢 不单纯只是公布影片哦 也公布了Jenny的名字 正式地告知大家 目前有一位练习生叫Jenny Kim 再来又过了一年 到了2013年的1月份 第三位团员G-SU的照片 被官方公布在YG娱乐的官方部落格当中 并且呢 对外宣布 新女团即将在2013年的上半季 正式亮相 但是一直到了上半季结束 新女团仍然没有一个什么正式出道啊 什么日期啊 什么消息啊 都没有 官方公布的资讯呢 也突然暂停了一切的更新 就好像 好像他们当初没有说过这件事一样 一直到2016年 就是这么久 就是隔这么久 正式出道前呢 其实他这几年当中 陆陆续续都有公布一些 小消息啦 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那其实也有四位团员 以外的练习生被曝光 让大家以为 将会是新女团的成员之一 可是来来回回啊 最后都没有定案 那直到2016年的5月18号 YG娱乐发布了新闻稿 证实新女团 即将在该年夏天正式出道 并于当月的30号公布 未来的每一个星期三 会依序公布成员的资讯 就这样 分别在6月1号 6月8号 6月15号 还有6月22号 依序公布了 Jenny Lisa Jisu 还有Rose 这四位团员 但大家有发现吗 我刚刚讲了一大堆 除了Rose以外 其他三月成员 出道前都被曝光过 就只有Rose 没有 她等于 她很像 横空出世 你知道吗 就非常神秘的人 一直都没有出现 然后最后居然有她 这种感觉啦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如果有粉丝知道的话 也可以帮我在 下面资讯栏补充一下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 但也非常的厉害 Rose的练习生涯 也是蛮长的啦 但是相对其他三位团员来讲 她就是最短的那一位 那他们正式出道的日期呢 就是在2016年的8月8号 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他们一出道 就创下了非常多的记录 也随着出道的大获成功呢 他们在同年的11月1号 马上就推出了 第二张的单曲专辑 Square 2 以两首新单曲 Play with Fire 还有Stay 再次席卷全球乐坛 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呢 他们不仅程序了 第一张专辑的记录 在短短两天的时间 就再次登顶 美国iTunes排行榜 与告示排行榜冠军 除此之外 Play with Fire这首歌 更在11月18号 登上了加拿大百强单曲榜 此举呢 让他们成为韩国流行音乐 有史以来 历史上第一组 登上此榜的女团 那除了这些记录之外呢 Black Pink也在2016年的年末 到2017年的年初 皆由出道作品碾压式的 几乎横扫了 韩国大型音乐颁奖典礼上 2016年年度的新人奖 也就是说光新人奖 他们就不止哪一座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什么KKBOX啊 HIDO流行乐奖啊 精英奖啊 金曲奖啊 的新人奖 全部都是他们拿走的概念 甚至呢 被全球性的音乐杂志权威 滚石杂志 评比出他们是2016年 最值得关注的新人歌手之一 非常的厉害哦 那出道不到半年的Black Pink 他们的第一首单曲 Bumbaya的MV 在2017年的1月30号 观看次数破译 成为他们首支破译的音乐录影带 那时隔将近一年的时间 于2017年的6月22号 他们发行了第三张的数位单曲 As If You Are Last 并于下个月的7月20号 在日本舞蹈馆 举行收场的海外showcase 这非常罕见耶 因为他们是第一位首位 还没有在日本出道 就举行公演的海外女艺人 而且14000张的门票 才开卖旧售丸 更可怕的是 因为能入场的人 真的太少了 在日本有超过20万名的歌迷 透过各种管道 像YG娱乐情愿 可不可以再多卖票 让粉丝可以进场 这也显示出 他们在日本有多受到欢迎 那很快出道满一周年的Black Pink 粉丝歌迷为了庆祝这个生日 在Twitter上 以hashtag BlackPinkInYourArea的方式 进行了发文 数量大到竟然一度成为全球的趋势 连知名的音乐杂志告示牌 还特地为了这个现象 撰写了一篇报道 不仅如此啊 他们也是韩国首位 才出到一年 就拥有四支破译歌手 不仅如此啊 他们也是韩国首位 才出到一年 就拥有四首破译MV的歌手 那虽然呢 在2017年 他们仅仅就发行了一首歌曲而已 他们仍然靠着这首单曲 获得了许多的成就 当时单曲发行之后 总共包揽了27国的排行榜冠军 不仅登上告示牌 在该年的YouTube全球25强夏日单曲 这25强大概有哪些人呢 其中歌手呢 就包含了像是洪法爱德 等多位著名的歌手 与他们并驾齐驱 甚至呢 这首歌还成为该年度 在YouTube上 全球最受欢迎的 韩国流行音乐录影带冠军 同时呢 在2017年的11月份 被DC英雄电影 正义联盟 正式悬用成为该电影的插曲 猛到不行 真的太厉害了啦 时间很快 来到了2018年 2018年呢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就是马不停蹄的一年 在上半年呢 正式打开日本市场的他们 发行了一张日文的迷你专辑 Re Blackpink 就是把之前的作品全部翻唱成日文的版本 那因为将近一年的时间 没有在韩国活动的他们 在2018年的6月份 发行了首张的迷你专辑 Square Up 总共有四首歌曲 那也因为这张专辑呢 再度刷新了韩国流行音乐历史上 女性歌手拿下最多国家榜单冠军的记录 有多多 我现在就跟你讲 他们包揽了总共刚什么 27个都对 没有 现在是52个国家 在iTunes上专辑排行榜的冠军 也因为这么亮丽的表现呢 被副笔是以全美最具影响力的 K-pop女子组合为题 称他们啊 无疑是值优于量的女团 此外呢 纽约时报则将他们的歌曲 列入了年度最热门的歌曲之一 专辑发行后 他们也没有办法闲下来哦 在该年的7月份 与日本大阪 福岡 千叶这三座城市 举行共8场的演唱会 然后在10月份的时候呢 与知名的英国歌手Dua Liba 合作发行了全新单曲 Kiss and Makeup 我必须告诉大家啦 机会呢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好运 是会一直来的 他们人生转略点 就从这张专辑之后开始 应该说就从这一首单曲合作之后开始 合作单曲发行之后呢 便受到环球唱片董事长的关注 随后便与YG娱乐开会 并且对外公布 现在Blackpink正式签署于 他旗下的新视镜唱片公司 以协助他们呢 进居美国音乐的市场 真的是Oh my God 真的是Oh my God 他们人生转略点 来了来了 就在2018年的这个时候 另外因为签约至新视镜 唱片公司的关系呢 2018年11月份 还有一件非常重大的消息 就是拜该公司所赐 就是团员Jenny 正式以个人的身份出道 发行了个人的第一首单曲 Solo 那也承行了Blackpink的好成绩 该首歌曲呢 在发行的当天 就拿下了42个国家的排行榜冠军 创下了韩国流行音乐历史上 拿下最多国家榜单冠军的女歌手 不只在团体写记录啊 他们个人呢 也在写自己的记录 真的很强耶 我每次写 就是我在找这个的时候 我就就 怎么会这么夸张的事情啊 真的很恐怖 其实真的是 如果说2018年呢 是他们马不停蹄的一年 那2019年一定是他们最幸运的一年 我觉得不只是他们幸运啦 应该是粉丝最幸运的一年 听我威威道来喔 自2018年11月份 他们回到了韩国 开了两场演唱会之后呢 官方随即宣布了 将进行in your area 世界巡回演唱会 地点将在LISA的家乡 也就是泰国为起点开跑 历时一年 跑遍了亚洲 北美洲 欧洲 还有澳洲 总共36场的演唱会 当然还有来到台湾啦 但是当时 好像是办在 我记得是办在 桃园的国体体育馆啦 我觉得是有点小看他们了 因为国体的体育馆 大概也只能容纳 一万人左右吧 就是毕竟座位 大概就是一万左右 我见不到一万 那至于为什么 我不是在小巨蛋呢 那大家如果知道 他们不能办在小巨蛋 当天是因为有 华南银行 100周年的演唱会 你们知道 这会不会很难过 不要小看华南 100周年的演唱会 你知道他们请到谁吗 他们请到维里安 谷谷 田富珍 Hippie 五月天 还有阿妹奇聚一堂 超级大卡的好不好 这几组歌手要抽在一起 困难指数也是高到不行 好啦 说回来说来 我们在 我们在 是我吗 好啦说回来 在2019年的4月5号呢 他们在巡演期间 持续发行了第二张的 迷你专辑 Kiss This Love 那身为记录制造机的 Black Pink 第一次的巡回演唱会 当然也少不了 缔造一些惊人的世界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洲站的巡演开始前 他们受邀先去了 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 Cochella音乐节 全程带来是三首的歌曲 成为此音乐节史上 第一位登台的韩国女团 更厉害的是 台下4万多名的观众呢 超过一半不是他们的粉丝 甚至没有听过韩文歌曲 但是当他们唱到 Kiss This Love 的副歌的时候呢 居然能引起全场大合唱耶 这洗脑的旋律 简单的歌词 还有四位的舞台魅力 真的啦 很容易马上就带观众 进入状况 跟他们一起疯 那这空前的表现呢 也被美国媒体预为 虽然他们的巡演 在美国还没有开始 但这已经可以算是 美国巡演的第一场演唱会 非常成功的演出哦 那音乐节后呢 他们马上就开始了 在美国的巡演 当然记录还是要继续写下去啦 其中一场在芝加哥的演唱会 单场收入就超过了 100万美元 是每周近10年来 第一组单场演唱会 就进账破100万美元的女团 大家注意哦 不是韩国女团 是世界的女团 跟世界比了 不是只有跟韩国比了 那新专辑方面 也跟着他们的巡演 一同前进 在排行榜的部分呢 刷新了他们第一张专辑 取得的好成绩 只有更好 再更好 因为太频繁地登上了 国际的音乐榜单 他们在2019年呢 成为第一组 登上告示牌杂志封面的 女子团体 同年他们的歌曲 的MV 在YouTube上的观看次数 突破10亿 成为他们所知 观看次数破亿 观看次数突破10亿的音乐录影带 同时呢 也是韩国第一个 拥有破10亿观看记录的团体 那随着巡演演唱会 即将进入尾声 也一起来到了2020年 那我前面说幸运的地方来了 但也是不幸的地方啦 就是刚举办完巡演的Blackpink 马上就面临了新冠肺炎 毒害全球的困境 我真的觉得好险他们办完了啦 你看如果他们刚好发生在 2019年要怎么办 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当时全球几乎停止运作的状态 这种大型演出 是绝对不可能举办的 那但是呢 他们其实也没有闲下来哦 在2020年的4月份 发行了与第二位国际歌手的合作歌曲 这次的合作对象呢 是天后级的巨型 Lady Gaga 合作歌曲是Sour Candy 收录于Lady Gaga全新专辑Chromatica当中 那随后呢 他们紧接着在同年的6月26号 发行了全新单曲 How you like that 我跟你講他们的歌曲名称都有自己的旋律 就是你不可能How you like that 没有没有没有 讲什么 你不能平铺直序的 讲他们的歌曲名称知道吗 他们的全新 靠命 对不起 好对 就是在2020年的6月26号 发行了全新单曲 How you like that 这首歌曲呢 这首歌曲呢 是他们即将发行的正规专辑的先行曲 也就是说先吊吊大家胃口啦 告诉你啊 我要真正发行专辑了 真正的专辑要来了 那如果说呢 前面啊 什么刷新记录啊 你已经觉得很夸张了 那接下来你听到这首歌 创下的记录 我相信你下巴都要掉下来 这首歌 在YouTube上上线的第一天 直接被列入了 五项的金氏世界记录 没错 这是金氏世界记录 已经名文记载的记录 包含了什么呢 第一个 24小时内观看次数最多的YouTube影片 再来是24小时内观看次数最多的YouTube音乐录影带 还有24小时内观看次数最多的YouTube韩国组合音乐录影带 最后是 再来是首播观看人数最多的YouTube影片 最后是首播观看人数最多的YouTube音乐录影带 到底有多多 我现在就跟你讲 就是光第一天观看次数就高达8630万次 拍手 其实啊 这也是我第一首知道Blackpink的歌曲 我之前真的没有在关注 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小的不对 是小的没有在关注 小的I'm sorry 随后呢 他们在同年的8月份 又再一次发行了 与第三位外国歌手的合作单曲 这次的合作对象是Selina Gomez 单曲名称叫做Ice Cream 那在同一年的10月份呢 他们的首支纪录片 Blackpink 就这种演唱会前的精神喊话很可爱 但我一直都找不到片段 直到我看到了这个纪录片 我才哇真的是太酷了 就是他们的演唱会通常大家不是说什么什么 加油加油加油 又又又之类的吗 但他们不是 他们会 他们应该是用韩国讲 韩语讲 他们说 他们是 One two three 超酷的 完全 逆向发展 One two three 这样 真的超特别的 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不会告诉你再几分几秒 你们就自己把它看完 自己找 全部看完就会找到了啦 这样子 那在纪录片之前呢 他们发行了出道以来的首张正规专辑 就我前面刚刚讲的 The Album 其中呢 收录了他们与第四位外国歌手合作的歌曲 Badjuwana 这首歌的合作对象是 Carly B 我觉得他们合作的人都 都很有来头 很夸张 真的很夸张 那这张专辑呢 创效了在 这个我不太会念 我不知道它要怎么念 Gong榜单吗 就是韩国的一个榜单 GAON榜单 他们创下了这个榜单中的历史上 第一组专辑销售破百万的歌手 也是韩国女子团体当中 首次达到销量破百万的团体 不只这张专辑创下销售记录 他们在隔年2021年初 举办的线上演唱会呢 他们的收入竟轻轻松松的突破了 100亿韩元 100亿韩元是什么概念 就是他们这一场线上演唱会 粉丝都看不到啊 粉丝只能从荧幕上看到啊 但就进账了台币月2亿 超夸张的 超夸张的 我觉得这个 如果我是歌手 我看到这个进账的这个 这个数字啊 我就都办线上演唱会了 太好赚了吧 对不对 就是就算不是亲自立临演唱会现场 我们就在萤幕前耶 萤幕前面也就不减他们粉丝的热情 可见粉丝对他们的喜欢已经达到一种疯狂的境界 因为这个是可以世界同欢的线上演唱会 不是只有单纯在某一个地区这样子 真的啦 我是歌手就都办线上演唱会 如果那个成绩可以这么好的话 那在2020年的年末到2021年的年初呢 团员他们其实都陆陆续续开始了自己的活动 先是居属出演的电视剧《雪降话》播出 到了2021年的3月12号 Rose呢 以个人的单曲专辑 而正式solo出道 啊不免俗的呢 还是要写一下萌萌的新纪录 这张专辑总共只有收录两首歌曲 作为主打歌的on the ground 在正式on the ground的24小时之内 YouTube上的观看次数呢 就来到了4160万次 打破江南大叔的gentleman 维持将近8年的记录 也是韩国个人歌手 在YouTube上24 24 也是韩国个人歌手 在YouTube上24小时内 最快最高的记录 那在国际方面呢 这首歌也在告示牌全球200大单曲榜 还有告示牌行榜 美国除外的全球200大单曲榜上 拿下了全球排名第一 是历史上第一位 同时空降双榜冠军的 韩国个人歌手单曲 太厉害了 拍照 其实Rose有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口音 还有她唱歌的口音也 就是一个很可爱 很像小女生 但她又可以唱 我觉得有点类似当年的Kimberly的那种感觉 就是当年Kimberly刚租到的时候 参加星光大道 她的那个声音就是 很可爱的一个声音 但是她又可以唱很大杠的歌曲 Rose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她 她的成就 真的是不低了 不低了 那也在同年的八月呢 他们首次登上了全球的大萤幕 Black Pink的独立电影 Black Pink The Movie 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上上映 那随后呢 在九月份的时候 第三位团员宣布独立出道 就是我们的盲内Lisa Lisa呢 推出首张的个人同名单曲专辑La Lisa La Lisa是Lisa的本名 这张专辑主要也是在阐述她自己的一张专辑 融入了家乡泰国的各种元素 在歌曲当中 包含了泰国的舞蹈也在其中 想当然啦 记录的刷新是少不了的 榜单我就不多说了 说点实际一点的 这张专辑呢 在预售开始的四天之内 也就是说专辑都还没有发行 只是在预购期间的第四天而已 前四天而已 销售量就突破了70万张 成为了韩国史上女性个人歌手 最畅销的单曲专辑 我觉得这有一个很 很值得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 70万张是什么样子的概念 在现在这个年代 几乎是很难达成 除非是什么Adel Celine Dion Celine Dion可能现在也不一定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成绩 就是说串流平台还要用网路的发达 很多人都已经不买专辑了 因为觉得没有必要 我电脑甚至连那个CD player都没有 我买专辑干嘛 但是他们能在这样子的世代 卖出这种销量的成绩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真的觉得因为大家买他们的专辑 已经不是买来听而已 它就是一个纪念品收藏品的概念 我相信啦 我相信大家现在买专辑都是以像这样子的心态 去买的 像我前一阵子去参加那个 林宏宇的 不参加啦 去 去听林宏宇的演唱会 他演唱会完也有卖周边啊 其他周边我都没有买 我就只有买CD 虽然我现在 我身处的这间房间 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播CD的器材 但我就是买了 我就是拿来收藏的 所以 我觉得很难能可贵啦 他们这个团体在 现在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成绩 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他们 那在之后的期间呢 其实四位团员就开始了个人的活动 一直到了今年的7月份 YG娱乐才正式对外宣布 Blackpink即将带来全新的正规专辑 那在8月份的时候呢 他们一如既往的先发行了先行曲 Pink Venom来掉掉大家的胃口 这次睽違一年多的时间 终于又带来全新作品 想必粉丝是想他们想疯了 真是想疯了 这首歌曲呢 在YouTube上上架之后的 第20个9小时 哦 20个9是什么了 我也是讲的是20个9哦 这首歌曲呢 在YouTube上上架的 第29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不到两天的时间哦 观看次数突破一亿次 再度刷新了他们自己的记录 前面已经是在刷新世界记录啦 但现在就是他们在刷新自己的记录 反正也没有无人能敌 然后就是已经是无人能敌的阶段了 那同时呢 也是宣布他们即将于今年的10月份 开始他们全新的巡回演唱会 Born Pink 也就是目前正在巡回的演唱会 我录音的这一天 他们正在欧洲场巡回 好像才刚结束法国 法国的巡演这样子 那这一支的巡演呢 当然也会来到台湾啦 即将在明年的3月18号 降落高雄国家体育场 我在这边要先恭喜 这些有买到票的歌迷粉丝朋友们 你们的人生已经赢了 你们已经是人生胜利组了 我跟你讲这可以吹嘘一辈子 就像 就像我可以 我可以跟 比较 年长一点的人吹嘘说 我有听过Seline Deum的演唱会 她当时来台湾 仅仅开了两场演唱会的其中一场 我有抢到票 这样子 也是可以吹嘘一下 但是 如果在现在这个年代 你如果说 你有去看过Born Pink的演唱会 我羡慕死 羡慕嫉妒死 真的 那第二张专辑呢 就是他们的正规专辑 也在今年的9月16号发行 那里面我很喜欢的歌曲就是Shutdown啦 这张专辑的名称 跟他们演唱会的名称是 一样的名字 Born Pink 那我到现在呢 满脑子都还是 Black Pink Angel Area 太洗脑了 我有一天 几乎是听整天 就是完全没有听别的歌 就是这一首歌Shutdown 就重复播放一整天 从骑车开始 骑车上班开始 在上班期间 午休 然后晚上 下午上班 到回家 继续听 这样子 一整天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 他们在今年 成为了滚石杂志 美国版杂志 所谓登上封面的亚洲女团 不止如此哦 在年底 更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也是首组登上该封面的女子团体 说了这么多 他们的丰功伟业 Black Pink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才要讲 据他们阐述啦 黑色是他们狂野 比较冲撞的一面 粉红色呢 是他们多彩可爱的形象 人本来就是这样子哦 不可能永远只有一个面相 他们可以非常的少女 同时也可以是很性感 很野蛮的 或许也是这样子的关系 他们成功掳获了大家的芳心 我觉得啦 因为 以往我知道的韩国团体 其实我在Black Pink之前 知道的韩国团体 这些就是少女时代的那个 咻咻咻了 你知道多久以前 大概是我高中吧 就是这 将近 不知道 可能好 快十年 快十年的期间 我都几乎没有在 follow韩国的女团 那一直到今年 而且他们有一个很酷的元素 因为我对以往女团的概念都是 比较甜美形象 然后情形脱俗 唱一些比较 嗨的歌曲 正能量歌曲 就是可以跳舞啊 那种歌曲 但他们这 他们几乎每一首歌 都有饶舌的元素在里面 就是一件 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很 很新奇的事情 就是哇 韩国女团现在也完成帐吗 就是 这种感觉 所以 我觉得他们的成功真的 有他们的道理存在 那 还可以看到他们 就是 比较真实 就是比较展现自己的营业 毕竟 以前的韩国女团都被包装的 光鲜亮丽一点 没有这么多 自己的个性在其中 几乎都是公司说什么 然后他们就要做什么 就被包装过的啦 但是 我觉得Black Pink 比较像是能够自己 能够自己说出想法的一个团体 毕竟像Rose不是韩国人 他不在韩国长大 他可能没有这么多韩国这种文化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 以前比较保守 或是比较包装的 这种方式让他们去出道的话 我相信啦 在澳洲 在国外 在纽约人长大的 就是 纯粹以Rose这个角色来看的话 他一定会非常的不适应 那 更不用想像是 Lisa 她是来自泰国 就是他们是非常多元的 不是只有单一一个面向而已的 那最后我想要介绍一下 成就这个世纪女团的幕后音乐推手 也是创造 Blackpink in your area 这句话的始作俑者 就是他们的音乐制作人 Teddy Park 我相信大家对他一定很陌生 但我就说个几首歌 你们就会知道 他当时在乐坛上的影响 其实是不容小觑的角色 潘伟博的《壁虎漫步》 还有罗志祥的Showtime 还有温蓝的Disco 都是翻唱当时Teddy的音乐作品 那作为幕后制作人的他呢 就Blackpink是为团员表示 其实在练习生的时期 基本上只要有一天被找去Teddy碰面 几乎可以代表准备出道了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多指标性 多代表性的一个灵魂人物 成为练习生时期 就是如果你是练习生的话 你已经就是既期待 又害怕看到这一个人 这个人物的出现 因为即将会有更大的任务 会因为遇到Teddy而蜂涌而来 那我觉得比较多人 比较少人在 就是在介绍Blackpink的内容当中 讲到Teddy这一位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非常对他们影响来说 至关重大的一个人 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 他们的很多歌 你知道吗 Blackpink截至目前为止 将近八成九成的歌曲 都是他制作出来的 都是他的词曲 所以你要说他没有功德 很难说的过去 就是Blackpink就连他们 自己在录音的时候 有一天那个Teddy就跟他们说 你们这边加Blackpink in your area 他说what? 为什么? 结果到现在 甚至变成演唱会的主题 甚至是大家hashtag的标题 就是他在引领一个世界趋势的 先锋者你知道吗 不是Blackpink是他 他的脑筋 他的脑子 在某一天 突然想出来Blackpink in your area 觉得这应该会在这个团体里面 用很久 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想出这种 这么行销 这么厉害的一句话 然后可以引领世界的风潮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他 他是真的蛮厉害的 大家也可以去Netflix上面看一下 他们的纪录片 Teddy有露面 然后是一个酷酷帅帅的音乐人 你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Blackpink在纪录片上面 对他的尊敬 是表达的多么的 多么的淋漓尽致 这基本上真的是他们的再造父母 就是除了YG娱乐公司陪伴 培养他们成长之外 我觉得Teddy的音乐创作 Teddy的音乐头脑 他走在这个世界前面的那个脚步 是猝使Blackpink可以这么成功 这么厉害的 非常大的一个推手 那终于完成了今天的这一集 Pockets 大家知道我路见这集有多压力有多大吗 我希望我可以把那些 就持裸吃的地方 就是都剪进去啦 但是都剪进去可能真的会太影响 整集的那个运作 我还是可以剪一些 就是我不要 我还是可以留一些 就是直接直接播出来 让你们听听看 你就知道我真的很害怕 讲错资讯 我这个podcast几乎没两句话 就是没两句稿 我就要开始查资料 就是要开始核对 我觉得我正在查资料 是不是正确的 就是 我在做这一集pockets 真的对他们 对他们很不了解 就是在这一集之前 对他们很不了解 但我也要谢谢我朋友啦 就是 叫我来做这一集pockets 叫我来做这一集来介绍他们 我真心觉得他们四个真的很厉害 音乐也很强 我就是可以大家学习的对象 就是完全可以证明 努力是会有回报的 坚持是可以成功的 就在他们身上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案例 当然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 向他们成就这么 这么大 就是被全世界知道 但是我觉得 在自己的领域当中 好好坚持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 你找不放弃你自己 就是 这个世界 有一天就不会放弃你 我觉得啦 我觉得 你看像他们 Lisa就是 从小想要当歌手 他就是有个明星梦 那四千多位选手 就是选到他 就是 就是选到他 我相信四千多位都有明星梦 但是 就是要努力 就是要在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 继续 继续坚持下去 有一天就 就是他是会有一个 可能不知道多久 可能很久 五年 十年 但是如果你继续坚持下去 你就 你坚持这件事情是 没有错的 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是可以滋润你自己 使你自己成长事情的话 我觉得都要继续做下去 就像运动 又讲到运动 没错 就像运动一样 你只要持续运动 你的身体 就会回馈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所以 谢谢我朋友 好不好 谢谢我朋友 叫我来做这一集 Black Pink的介绍 那 我觉得 我比较 小遗憾的地方是 因为他们发现了太多歌曲 以往我在介绍歌曲 我都会想要介绍 他们歌曲里面 想要传达的一些概念 但今天这集真的是 比较没办法 因为太多了 我如果讲完 可能一两个小时 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那KKBOX的听众呢 我觉得你们比较幸运的地方是 我基本上都会把 我想要介绍的歌曲 直接附在歌单里面 所以听完我的节目 下面就可以直接去听 我想要推荐给你们听的歌曲 那Black Pink这一集 一样我会附上 我喜欢他们的歌曲 在就是这一集Podcast之后 你们如果看到的话 可以下去听 因为之前的我 因为我回归的时候 才发现有这个功能 所以 我都有尽量去运用这个功能 那 其他 其他地方的听众朋友 可能就 比较拍谁了 你们就是自己去找一下 Black Pink的歌 我相信我爱听 这种声音类型的东西 你们对音乐应该也是 应该说 已经来到我频道 听我在讲东西 应该都是对音乐 蛮有兴趣的 那 我朋友甚至说 你要不要下一次 就介绍BTS 我觉得先不要 BTS 我觉得他要查资料更多 你知道这一个月 我每天回到家 就我已经看了 一整天的电脑了 我回到家 就是继续写 继续写 吃完晚餐 马上又写到 9点10点 这样子 所以 很开心这期有做完 那 如果有 说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 底下留言区 留言让我知道一下 如果有听众朋友 知道的话 那今天就这样子 下期再见了 拜拜